清澈的嗓音 舞蹈系出身 能当主唱 又能当主舞的她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Rave Girls的大姐 明 盈 1990年9月12日出生于京基道 本名金明盈 小学开始就梦想成为歌手 但是在爸爸的反对下 学生时期都没有办法朝梦想努力 不过还好爸爸并不反对她跳舞 因此她进入汉阳大学 生活舞蹈艺术系就读 虽然进入舞蹈系 但她还是非常想要当歌手 最后她瞒着父母偷偷休学 并开始参与音乐剧演出 之后参加征选 并接受两年严格的训练 成为女团ZZBEST的一员 出道前就参加过许多活动 并演唱新歌 2015年初默默发行了单曲 收入了两首歌 但公司并没有宣布 他们正式出道 也没有出道舞台和MV 之后原本有的官方粉专 也默默消失 成员们也纷纷出走 同年11月 歌曲也在姻缘网站上被下架 其中一首歌还给了 另一个女团唱 团体就这样无声无息的出道 又无声无息的解散了 之后明英收到了舞团的邀请 不过她并没有以舞者身份活动 之后打算转换跑道成为演员 并加入了现在的所属公司 Brave娱乐 在准备当演员的途中 练习生时期 她也有多次产生了想要放弃的念头 因为随着年龄增长 出道的机会就越来越小 身心也是越来越疲惫 27岁时 公司老板勇敢兄弟 就问她要不要加入Brave Girls 她也想着这是最后机会 于是就加入了团体 在团内她是年纪最大的 以偶像来说 她是非常晚才出道的年纪 而官方上她们没有队长 但可能因为她是年纪最大 因此在团内她就担任着 队长的角色 访谈中和二姐又婷 负责大部分的访谈进行 团内她担任主唱 在偶像团体中 很少有专攻舞蹈的主唱 而她两种能力都消化得很好 而Brave Girls 整体的实力都很好 明音在里面又以清爽的高音 最为出色 真假音自然转换 也能唱出清爽的高音 在团内是无可替换的成员 成员们互相换唱如领时 大家都想避开明音的部分 而她不仅是高音唱得好 就连声量都很大 稳定度也很好 特别是如领 副歌中的表现 又明亮又清爽 还有属于她的独特唱腔 原本很多人都以为 有加入机械音处理 但听现场演唱后才发现 跟音源一模一样 并感到很惊喜 纷纷都表示 无法想象这首歌 换成其他歌手唱会是什么样 而且原本唱现场时 是不用唱副歌部分的 所以刚开始打歌时的副歌 就稍微平淡一点 没有什么亮点 但之后明音表示自己没问题 才变成现在的舞台 明音专攻古典舞蹈 又有修芭蕾 她也很擅长其他类型舞蹈 实力非常好 也很擅长将舞蹈的感觉表现出来 跳舞线条非常柔和漂亮之外 每个动作力道的强弱调整 和顺畅度都掌握得很好 可能是从小就有学习和气道 因此身体的柔软度也有差 运动神经好的她 也很擅长跑步 2016年参加偶像明星运动会时 她参加60公尺短跑赛 瞬间爆发力很强 冲突也冲到第一 但不小心跌倒 没能获得第一非常可惜 不过她还是展现了运动家精神 自己起身后坚持跑到终点 当时李寿跟解说员 一开始就表示明云有田径选手的感觉 最后也表示太可惜了 期待她下次的表现 在这次他们上认识的哥哥时 明云也表示当时李寿跟的一句话 让她受到鼓舞 到现在都还记得 她的腿部线条很美 2016年发行的迷你三级主打歌 High Heels的封面 就是明云的腿 她表示当时在练习室练习 突然被叫去 她还穿着运动服 工作人员就让她露个腿 并在腿上抹油 就拍出了这张照片 拍摄当时她是光着脚 而照片上的红色高跟鞋 是合成上去的 她很善良 也会替他人想很多 经常担任安慰成员们的角色 虽然外貌看似强势 但其实是位很会照顾妹妹的人 过去公司也曾叫迷迎过去训话 但她都不会将被骂的事情 告诉成员们 也不会表现出来 她的个性很积极正向 也会努力 让身边的人都感到开心 又婷就曾说过 人世的人之中 她是最好笑的一位 在团内和又婷都是气氛制造者 2020年11月 她开设了YouTube频道 其中有个影片在介绍练习室 也跟大家分享了 从粉丝那边收到的礼物 有粉丝就做了卡片 上面写道 WeRate一定要大发 当时明莹就说 展现了非常乐观的样貌 而实际上在两个月后 他们就以如领爆红 逆袭姻缘榜 许多人都在留言处表示 明莹的预言好准 瞒着父母偷偷休学 之后虽然成功出道 但却一直都没有名气 所以原本她都没有脸 见反对她当歌手的父母亲 因为没有收入 她的理智也在现实与梦想间拔河 而那段默默无名 也没有形成的日子 最能安慰她的就是 军队慰问公演 每天都在在练习室 做相同的练习 能到军队公演 换个场所享受舞台 并和军人们沟通 并受到鼓舞和力量 就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 因为年纪已经渐大 也看不到未来的路 成员们原本已经商议好 要解散 就连行李都已经收好 搬出宿舍 明莹还写信给老板想谈谈 结果就在隔州突然爆红 出道六年终于获得了爆发性的人气 也成功打开知名度 创下神话 随着Brave Girls爆红 她们也被紧急招回音乐节目表演 并开始忙碌的日程 之后We Write也逆袭 让她们和勇敢兄弟都非常感动 也很开心 勇敢兄弟还送她们一人一个名牌包 并让她们不要骄傲自满 时时保持谦虚 继续努力 下次回归 被沉寂亮眼会再送她们更大的名牌包 而她也表示 其实过去没有收入的日子 公司除了提供她们吃住之外 勇敢兄弟还提供她们生活费花用 让她们真的非常感动 也很谢谢勇敢兄弟没有放弃她们 而现在许多粉丝都期待着 今年夏天 她们能够带着轻快爽朗的歌曲 强势回归 未来也希望她们能一路长红 发展得越来越好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介绍给大家的 多才多能的迷茵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